大家都知道中国扣肉抗广西 广西的香芋扣肉应该就是扣肉之中的天花板 不接受任何反驳 今天我就分享逢年过节或者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香芋扣肉做法 隔壁借来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煮至大概半个小时熟透捞出 用我老婆的牙签在表皮插上小口 然后表皮先加白醋涂抹均匀 再放少许盐同样涂抹均匀 晾干水分后低油温下锅 中火炸至表皮微黄捞出放凉 开大火升高油温冒烟放进去复炸 升高油温复炸才是猪皮起泡开花的关键 锅中底油再把切好的芋头放进去炸 炸外表焦香捞出备用 炸好的扣肉放入温水中泡软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的扣肉放入香芋 蚝油 多点生抽 南乳和南乳汁是扣肉的灵魂 13香 少许老抽 葱姜末 用小姨子温柔的双手翻拌腌制29分钟入味 一块扣肉加一块芋头表皮朝下马入碗中 放入蒸锅里 用柴火蒸两个小时会更加的香 蒸好后用一个盘盖上 再用乾坤大挪一番过来 这满屋飘香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 学会了以后又是你的一道拿手印材 导演